三星近几年的开放性合作比较频繁 继汤姆布朗联名取得不错销量之后 这次对于自家可穿戴新品也做了联名设计 那就是Maison Kaysnick Maison Kaysnick是来自法国巴黎的多元潮流品牌 从命名起就坚持巴黎Mix东京的理念 Maison是法语中商店的意思 而Kaysnick是日语狐狸的意思 将时装与音乐作为两大要素 两者机箱户又独立 造就了他在不同领域的独特身份 手中就是国行正在预售的 三星与Kaysnick穿戴设备 手表耳机的联名款 分别是Buzz2和40表盘的Watch4 只有一种规格和一种颜色可选 个人觉得这两款产品在今年算诚意十足 我也做了各自详细的评测视频 这里就不再赘述 先说一点 联名款的手表和耳机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甚至是重量三维 规格和普通版完全一样 这两个产品普通版的价值 大约在2300多块钱 而联名款则为5000块 今天我们就来开箱看一下 除了品牌的价值 多出的价钱 我们还能得到哪些加持 从外包装上来看 相较于普通版 它们的体积都有不同的增大 整体的配色 也是和本机一样的颜色 越颜白 直白一点就是米白色 我们先看耳机 整体表面也有自家小狐狸轮廓的刻线 搭配纯黑星空点缀的抽拉式包装 让整个外包装的对比度确实高 拉开之后的星空仔细看 里面会有音符和Buzz2的图案 包装盒内有保护壳 耳机本体 相同配色和带logo的数据线 多规格耳塞 而且内衬是硬纸壳 里面同样做了硬壳狐狸外轮廓的拉线 耳机和普通版一样 都是七分光面 外面印着联名的logo 打开之后 这只小狐狸的元素也无处不在 看一下保护壳 正面小狐狸立体的浮雕 多层次 所以胡子也是立体的 质感偏硬 但是外面有一层保护涂层 这个保护壳因为里面内嵌识别模块 所以也做了两层的设计 而且是不需要用胶粘的 双层会有更好的拉伸形变 卡进去还是非常的紧 颜色合缝 把你的耳机贴到你手机的背部 自动NFC识别安装主题 但是这个有限制 你只能注册三次 整体流程非常快 这个用过三星官方联名保护壳的 应该不陌生 按完之后进去 依旧也有正版授权日期 可以自行设置耳机 弹出动画和锁屏动画 主题高度定制 依旧用了绿色和米色主题色 细节部分用橙色提升明度 多种锁屏动画 每次点开自动切换 锁屏间别的应用程序 快捷打开 也搜到了小护理头像里 细屏显示也是联名logo 在经历过独特设计的连接动画之后 进入三星智能穿戴APP 这就和普通版没有任何区别了 接下来看一下Wars 4 外包装设计里面都是一样的 包装盒里分两层设计 第一层是手提 第二层是附赠的皮质表带 和相同配色的磁吸充电 手表是40的表盘 左边印着logo 右边独立按键依旧是红色收编 硅胶表带除了样子 摸起来的材质 软硬程度和普通版没有任何区别 表带做了刻线处理 还有镂空的小狐狸标志 换上赠送的绿色表带 这个表带它的做工工艺 是在皮质的基础上 套了一圈硅胶收编 所以它整个质地肯定要比硅胶硬 但是整体皮质的质感 这是没得说的 这里提醒一下 如果你拿到手 平时不用看系列 这次最好还是看一看 因为不光有说明书 里面还有一张卡 这张卡就代替了耳机保护壳 同样NFC识别 你有三次设备注册的机会 手表赠送了四个特殊设计的表盘 每个表盘都可以自定义 表征颜色 样式 背景颜色 字体颜色 以及功能 这设计过的确实不一样 每一个配色 配合上这两款表带 基本都不违和 这里试了一下 无线充电的时候 动画并没有特殊定制 以上就是国行刚刚开启预售 三星与小狐狸的联名款 穿戴设备上述体验 手表和耳机 因为赠送的配件 所以可以让它们有两种形态 米白色一套 绿色一套 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是小狐狸的中诗粉 果断入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这个品牌不是很了解 那么这款手表和耳机 相较于普通版 所带来的质感和设计细节的提升 也是永不共睹 本期的体验 应该说是非常详细了 希望能对你的选购有所帮助 普通版还是限量联名款 你怎么选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